那我们昨天空中预化的区域就是这个蓝色这个区块 那很高兴在8点05分的时候 在我们预化的区域内找到那个失联者 总算放下心中大石 10月30号南投县仁爱乡法治村五届部落四名族人 近山狩猎却失联 幸好在11月2号空情总队利用空中救援方式 在早上8点05分发现待救者并进行吊挂 8点25分降落奥万大停机坪人员都平安 再看到因为断桥形成孤岛的兼石乡司马库斯 仍旧无法通行 不过目前尚未提出需要直升机支援的需求 道路抢通的情形 那目前还要等待今天包商回报最新的情形 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会抢通 另外北部地区的桃源复兴区 嘎拉赫部落因为道路中断形成孤岛 目前空投物资也准备运送 也预计4号前可以抢通连外道路 那桃源是因为简易自来水 那假设简易自来水的问题 那后面原民部落跟我们简易自来水的供应 到底要怎么处理 我们就纳入后续台风检讨会议的 经济会议的一个沿上的处理 副指挥官也强调 形成孤岛的桃源复兴 嘎拉赫部落和新竹坚实的司马库斯 居民的疏散撤离和收容安置作业 由当地政府依照相关条例 掌握实际状况 给予事实协助 有的新闻 李永远张志强 台北市采访报道